大家晚上好啊 我想大家最近都收到这个 关于国际书院有一个开办书法 养生养心研修班的这么一个通知 我本人呢是在临床工作了20多年 是个肿瘤内科医生 我对书法养生养心这一点是非常认可的 但是我想估计有好多朋友的话 对这一点上面可能还有很多的疑问 想进一步了解的一些情况 所以呢今天就请了海星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 关于书法和养生养心之间的这个关系 就为什么他要开这么一个班 书法养生养心研修班 那在开始的时候呢我想 虽然海星老师在我们洛杉矶已经非常有名了哈 我还是在这里简短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我们陶海星老师呢 他是国际书院的创办人 也是国际书法协会的发起人 陶海星老师他在恢复高考以后 他是首届考入清华大学的 是个工学硕士 很厉害哈 然后呢一直从业与教育和传媒的领域 所以他是兼具有文科和理科的背景的 是一位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位学者 陶老师他研习国学 研习艺术已经50多年 他的书法作品 他的绘画作品 在海内外都是很有知名度的 而且长期在进行展览和拍卖 那有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国家元首啊 包括各界的名人啊 包括联合国组织和美国国会图书馆 这些顶级的文博机构呢 都有收藏有我们海星老师的作品 海星老师他也是创办出了 他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一套教材和教法的体系 大家可能在那一则海报上也都看到 他提出了以书养人 以学养书 书必专业 学必精粹的这么一个办学的思想 他已经办了书法班 其实已经有好多年了 那这一次呢 是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 他又提出了一个书法养生养心 一个研修班 他之前的学员的一些作品 如果大家看到的话 也会觉得啊 在完全没有基础的这个前提下面 经过海星老师这边的书法培训以后 达到那样一个成绩 大家肯定会觉得很惊奇啊 我们有机会了 可以到时候可以展现一下 好 我在这里呢就不多说 我想呢 首先我就想请海星老师来给我们聊一聊 为什么您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来开办 书法养生养心研修班 好 谢谢 我就开始讲一下这个放异是怎么来的 书法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中的一个基础的 又是核心的 又是顶级的这么一种文化艺术形式呢 实际上呢 对于公众来说呢 觉得好像很熟悉 但实际上又很陌生 他这个 书法和写字还是不同的 很多人把书法和写字不能很好地区分 那么 诸法在中国的文化体系里边 我们说古人讲一个世大书 叫做琴琴书画 四门学问 那么 有学者讲 琴是最高级的 最顶级的 因为音乐 用西方人的说法 就是说音乐是唯一 唯一的人类可以跟上帝沟通的语言 所以会操琴 弄琴 是一个 世大书 也就是中国古代学者 知识分子 上流人士的 一个高端的文化和技术 琴呢 放到第二位 下琴 古代讲的还是唯琴 琴呢 表示了这个 一个人的城府 包括运筹为物 这个古代呢 中国文化奖 这个 修身 齐家治国 平天下 所以 这个掏掠和运筹帷幄 是很重要的 所以琴放到了第二位 这个 所以现在呢 有些现代的知识 在讲 这个琴 琴意对商业 是很有作用的 对于商品 经济下的竞争啊 企业的创新呢 这种 奇异的修养 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 第三位排的是书 书就是书法 第四位才是画 书法呢 从艺术的角度讲 因为琴和琴 不光是艺术了 那么 从艺术的角度讲 当代学者 包括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 中国的书法是 艺术门类里头的 顶级状态 这个和我们好多人想象不一样 觉得书法比较简单 但是书法是顶级状态 为什么 因为它是用最简单的材料 最简单的色彩对比 和最简单的线条 表达最复杂的情感 所以书法呢 在中国发展叫书法 也就是说书写加上法动 没有法 不成为书法 就只是书写了 书写就是日常实用的目的 书法才是艺术和文化形式 也是人的修养的一个表现 那么日本呢 把中国的书法学会以后呢 日本人把书法呢 提得更高 它叫书道 它认为书法 还可以指导人生 指导事业 所以书法呢 在中国传承几千年来呢 它形成了一些 特有的表达方式 我们分为一个珍草历传 大概四大类 它都是独立的表达形式 那么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表达 书法最后的创作的结果 一定是四件事情的综合 哪四件事情呢 一个是书法本身 你要表达需要的技术 没有这一套技术 你不可能写出来的叫书法 现在书法界比较混乱 有些人在讲 这个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不守这个法度 也就是没有技术 那就不是书法了 那只是一些末块和末线 那可能就成了绘画 第二点 那是文字 书法不是绘画 书法是写文字的 所以对文字的表达 要清楚正确 第三呢 是人的修养 因为它有重要的文学内容 它有它的文本内容 第四点就是人的情感 人的情感的表达 所以我再说一遍 书法作品最后是由四个元素组成的 技术或者叫艺术 或者叫书法的法 二 文本 也就是文字的内容 三 一个人的操守 一个人的修养 一个人的学问 四 一个人 评宿里和在创作和写的时候 的情感表达 这个情感包括情绪 所以这样一个综合呢 就构成了书法 这样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形式 所以它又是简单的 又是高深的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